- 早安,我們要去吃早餐了,你今天很美耶。 - 我覺得你配合度很低耶,你應該要穿這個啊。 - 我現在在這邊等你,搞不好? - 來不及了啦,我們要去吃早餐了。 - 應該就要穿這樣,我昨天就有跟你說我要穿這樣,你就跟他跟我穿一樣。 - 我怕人。 - 啊你去把我拿到外套,我忘記你拿到那個外套。 - 好,外套在哪裡? - 外套就是跟這個浴衣放在一起,然後它會有一個專屬這個的外套。 - 好,來,電梯來,電梯來。 - 你不是叫我拍你嗎? - 電梯來啊。 - 你從這樣照過去,我真的以為你在日本耶。 - 是不是很像? - 而且這個地方真的很漂亮耶。 - 欸,你不覺得它的早餐輕鬆滿足我們全家的需求嗎? - 它的早餐基本上大概90%都是日式的東西。 - 就是很精巧的啦,都分量不多,都一點點,可是央視超級多,你不覺得? - 對,就是每個人擺起來就是都可以這麼豐盛。 - 那除了悠遊之外,我相信大家看起來都很成超。 - 喔,看一下悠遊。 - 悠遊。 - 生菜。 - 海苔飯。 - 跟兩顆蛋。 - 還有牛奶。 - 還有海苔。 - 真的就肉肉。 - 你真的做人很一致耶。 - 然後姊姊的早餐還是擺得超美的,給大家看一下。 - 有千層蛋糕、水果、白飯、關東煮蛋。 - 還有麵包。 - 欸,居然還有義大利麵跟味噌湯耶。 - 結果真的什麼都有耶。 - 那你吃什麼跟大家講一下。 - 我今天呢,就想說,昨天我們有吃那個晚餐的那個生魚片,非常好吃。 - 所以我就想說,我要早餐來挑戰第一次吃生魚片,我有加一點。 - 帶大家來參觀我的家。 - 開門喔。 - 我沒有訂Uber。 - 你是不是走錯街了? - 在個壁。 - 我是來拍攝的。 - 聽說有個網美在裡面,然後很會介紹飯店的。 - 請問大家在家嗎? - 請禮拜六休息喔,抱歉。 - 開門啦。 - 快點啦。 - 來,請進。 - 請進來參觀一下。 - 請進來參觀一下。 - 請問要拖鞋嗎? - 要啊,要拖鞋啊。 - 一進來整間就是走一個日式的感覺。 - 一進來就有一種全部都是木頭、塌塌米那個香味。 - 沒錯,而且他有附這種拖鞋。 - 我覺得他附的這個很像假木機啦。 - 其實他是塑膠還蠻好穿的。 - 我們這幾天啊,其實在飯店吃東西啊,參加活動其實都是穿他附的這個拖鞋。 - 而且很不錯欸。 - 對,那他整個房間真的有一種家的感覺。 - 有玄關啊,然後還有一個可以放鞋子的地方還有走廊。 - 所以就真的有那種,欸,要回家了。 - 對。 - 那這邊呢,就是他的浴室。 - 那他的浴室啊,我個人是覺得大人進來或者小朋友進來都還是要小心一點。 - 因為他都是有階梯。 - 包包是門口或者是進廁所。 - 它都不是一個平面,都還是有一個階梯。 - 所以如果晚上上廁所要小心一點。 - 對,然後左邊這邊啊,就是馬桶。 - 馬桶是用TOTO的,免治也是TOTO。 - 比較貼心的是這邊還有一個洗手的地方。 - 這邊還有洗手爐喔,所以很日式,感覺就是很小巧啦。 - 就是很會利用空間欸。 - 嗯,那再來這邊也有一個洗手台。 - 基本上呢,就是該有的備品都有附。 - 那因為家賀屋其實已經十年了,那又靠近溫泉。 - 其實我覺得他們東西照顧起來真的比較困難。 - 對,因為畢竟十年啦,你會發現它的開關啊,一些是比較早式的。 - 嗯。 - 不過老實講,就是你看得出它有年紀,不過保養的還算可以。 - 對,那其實我自己的同學以前就住這附近,他們家什麼電器啊,這類的。 - 都買的算是非常普通,因為超級容易怪。 - 欸真的,住北投這附近的人,是不是家裡水龍頭一打開,都是溫泉。 - 會有那個味道。 - 真的還假的。 - 真的會有。 - 如果知道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。 - 嗯。 - 那我們再往裡面看,我們這兩天啊,其實我們兩個都很害羞,每天都有一起泡澡啊。 - 對啊,它那個溫泉池很棒,它就是夠深。 - 而且它看出去,它就可以看到北投陽明山的山景,就很漂亮。 - 對。 - 雖然說別人看得到我們,可是其實對面因為剛好晚上黑漆麻烏的,所以也沒有看非常清楚。 - 我們就是完全的在這邊裸露。 - 對,距離很遠啦,其實不太會被看到,然後它這個池子啊,是很深的。 - 就是兩個人一起泡啦,其實是很剛好很舒服的,然後這邊是洗澡的地方。 - 嗯。 - 然後我非常誇獎,就是它這個很特別。 - 它這個是玻璃的白葉,然後我看到這個鋁門窗,好像是進口的耶。 - 真的蠻特別的,我第一次看到這個。 - 然後它當它關起來的時候啊,其實隔音效果非常的好。 - 那我們再來看看房間裡面吧。 - 誒,登登我,登登我。 - 房間這邊呢,這邊有一台小冰箱。 - 那小冰箱裡面有附的飲料都可以帶走。 - 就比如說像它會有放可樂啊,可爾比斯啊,或者是啤酒都可以帶走。 - 那我們住了兩天,它兩天都有在補滿喔。 - 對,很sweet。 - 那我們再往裡面看,是我最喜歡的地方。 - 那我們這個景,值多少錢? - 雖然這個建築物已經十年了啦,可是這個落地窗啊,真的是整片的。 - 整片的還不打緊喔,還是一個有一點L的。 - 所以啊,你早上起來的時候啊,心情非常的好。 -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啊,家賀屋外面這邊呢,就是很著名的那個,北投的圖書館。 - 它整個是走一個太陽能板,然後它是很漂亮的,有一種日式感覺的圖書館。 - 那那邊呢,就是新北投的捷運站。 - 所以其實它交通來講是非常的方便。 - 那再往前一點有北投市場。 - 如果你是來這邊觀光的,或者是你是上來台北玩的, - 其實有一點點預算,其實可以考慮住這邊。 - 因為北投溫泉真的很特別。 - 對,沒錯,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客廳。 - 它這邊啊,都是用榻榻米的啦。 - 這個榻榻米墊這麼高,底下有沒有藏東西啊。 - 以前我們家有一個盒室。 - 對。 - 是這樣子,然後下面是空的,可以收納的東西。 - 然後以前我們這個桌子是拿來打麻將。 - 喔,而且它這邊還不錯啦,是這種可以攪伸下去的。 - 就是做起來不會太酸啦。 - 然後這邊有一台電視,接下來就來參觀我們家的閨房吧。 - 目前閨房有兩個人在看iPad。 - 欸,你這兩天睡著感覺怎麼樣? - 其實我覺得它的床墊,我真的覺得非常的舒服。 - 就是雖然說,地板可能大家會覺得睡榻榻米比較硬啊。 - 就是只有一個床墊,可是我真的覺得它比睡床還好舒服。 - 因為它是不會影響到旁邊的人。 - 大家是自己有自己的墊子。 - 對,沒錯,給大家看一下,這就是我們這兩天睡的床。 - 然後這邊,欸這個鏡子是不是可以? - 它可以開安靜子啊。 - 喔,好酷耶。 - 這是這種打開的耶。 - 然後這邊,還有一個衣櫃。 - 哇,保險箱在這裡。 - 嗯,然後它這四天啊,其實它都有附免費的浴衣。 - 那如果你想要更漂亮的,在二樓,讓個拉比旁邊,都有一區浴衣可以租借。 - 我覺得還蠻值得注意一下,因為它一次就是五百塊,你可以穿到你退房。 - 對,而且我真的覺得它整個來講,真的是採光很好啦。 - 雖然睡的地方是在裡面。 - 可是它這邊啊,都是有這種通透的感覺。 - 那我這兩天,我自己的感覺啦,我都是被太陽叫起來的。 - 這種感覺很棒。 - 就是我睡在這裡,這邊有個落地窗。 - 日出的時候,我就起來了。 - 可是如果是體驗的,它就不想要這樣。 - 欸,真的喔?可是我很喜歡的。 - 它想要睡到不知道哪裡去這樣。 - 好啦,那我們要準備離開啦。 - 好啦,那我們要準備離開啦。 - 1206. - 對。 - 下方幫我簽名的名字就可以囉。 - 好,謝謝。 - 好,謝謝。 - 這樣就可以了嗎? - 這樣就可以了。 - 好,謝謝。 - 親愛的,帳單就交給你了。 - 帳單的部分,就是我先幫我老公報告,我等一下再交給。 - 故事不是這樣子。 - 都上眼了吧。 - 欸,老實講,我從鏡頭這邊看過去啊,你後面真的,很有Feel欸。 - 它這邊真的蠻用心的欸。 - 這邊就是有真的很日式的感覺。 - 對。 - 而且它整個裡面的設計啊,跟一些藝術品,其實都有它想表達的寓意在。 - 而且我覺得它這邊真的有一種室內的戶外感。 - 不覺得你現在在室內也有看到一些屋簷啊,像這種裝飾品,對不對? - 你沒有感覺到嗎? - 這部分我的領務稍微低了一點。 - 哈哈哈哈。 - 好啦,那總體而言,你住這幾天感覺如何啊? - 對,家賀屋。 - 其實家賀屋真的是台灣第一間的溫泉飯店。 - 它搭上這邊附近的景色,你真的會在這邊走路有一種很日本的感覺。 - 真的,如果你想要體驗啊,在台灣也有到日本的感覺。 - 我真的覺得家賀屋啊,真的是最貼近這樣的感覺。 - 那今天影片已經結束啦。 -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,記得要訂閱、分享、按讚。 -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五點都會發布影片。 - 最重要的是加入社團追蹤IG唷。 - 我們下次見,掰掰。 - 嗯? - 比較好喝嗎? - 超擠啊,好喝。 - 你在幹嘛? - 你覺得,你覺得早餐好吃嗎? - 好不錯。 - 嗯? - 啊,你覺得你做的比較好吃嗎? - 還是他做的。 - 嗯? - 大事! - 我說了嗎? - 妳說得多嗎? - 妳跟金錄誰的。 - 妳說得多萬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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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